最新消息来关心的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火箭 在美国维京亚洲才刚刚发射 没想到居然就在半空中爆炸了 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 火箭升空之后才短短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就直接在空中炸开 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红色火球场面非常吓人 幸好上头并没有载人 而这枚火箭是由私人的民营企业所研发 主要是搭载补给物准备前往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才一升空而已就立刻发生了爆炸意外 是